随着人们对养生越来越重视 吃海参进补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 因为海参营养丰富 具有提高记忆力 延缓衰老 抵抗疲劳 促进新陈代谢 修复机体损伤 提高免疫力等作用 经常吃对身体有良好的滋补效果 然而吃海参不等于会吃海参 会吃海参也不等于知道什么时候吃海参最好 有的人觉得早上吃海参最好 有的人觉得晚上吃海参更加利于吸收 有的人觉得冬天吃海参是大补的选择 有的人觉得夏天吃上火最好不要吃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吃海参好呢? 首先从一天中时间来看 中国人向来重视早餐 因为一日之际在雨晨 一般来说 早上空腹吃海参效果最佳 营养专家表示 空腹食用海参有利于营养的消化吸收 海参做早餐也能使其营养功效达到最大 当然也并不是说其他时段不能吃海参 或者吃海参不好 早餐的做法相对其他时段来说也比较简单 既可以直接食用又可以熬粥 总之以保持原汁原味 保存海参营养为最佳 直接食用的话 将发好的海参切成片状 加入蜂蜜或者生抽 味极鲜等 都有利于人体吸收 切碎熬粥的话 将米粥熬好后 把切碎的海参放进粥里 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 放入适量的蜂蜜或者盐即可 早上吃海参可以将海参泡得稍微软一些 以更加有利于消化吸收 秋冬进补海参已经成为很多老年人的常态 因为在他们看来 冬天天气寒冷 食用海参能够增强身体免疫力 让人少生病 再者 海参价格高昂 一年四季吃味免太过奢侈 在适合的时间吃最合算 事实上 海参是一种一年四季都可以食用的优质食品 秋冬进补海参效果相对明显 是因为秋冬季节人体抵抗力下降 更容易生病 而其他季节吃海参也是 具有同样的养生效果的 春天是流感高发期 常吃海参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 以有效预防流感的发生 并且 夏季吃海参会上火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海参性温平 中医认为它补而不造 滋而不逆 是东并下补的最好选择 所以 海参适合一年四季吃 但是如果想要达到最佳的滋补效果 最好在早上作为早餐来食用 一天一支 长久坚持就能使人体精力充沛 抵抗疾病的能力明显增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wh acqu CONSULTU. describ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